第32届精英奖明星热度Top13 可喜可贺,精英奖真的进步了,实至名归,没来也有奖 那我们就来看看颁奖当天相关明星的热度情况吧 数据截止时间,2024年10月20日24点 Top13严妮,热搜一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8575.9万 微薰姐又上线了 严妮作为颁奖嘉宾和表演嘉宾,也参加了这次精英节的颁奖典礼 出场不到10秒 还好没摔着,姐咱走路可不能微薰啊 看把旁边的三个年轻人给吓的 这精神状态,活保一个呀 Top12张星成,热搜两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9347.2万 张星成以县委大院提名本次精英节最佳男配,是唯一入围精英奖的95生,实力颜值兼具 可惜县委大院这部证据没有出圈,否则他的咖位应该不止于此,期待未来一路生花 Top11高夜,热搜两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1亿 高夜获第32届精英奖最佳女配角奖,可惜本人并未到场,由导演带领 之后又发文称,得知喜讯的那一刻,人是懵的,手是抖的 而且,这居然是狂飙这部大爆剧,得到的第一个个人主流奖项 恭喜高夜,大嫂特别美,实至名归 Top10范尾,热搜两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2亿 范尾凭借漫长的季节,获得精英势力 演技,国民度双一流,作品分数极高,应该横扫国内三大电视剧奖才对 他现在终于拿了一个奖,毫无争议,实至名归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句台词,往前看,别回头 Top9谭松韵,热搜一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3亿 谭松韵公主造型,参加精英奖晚会 不仅是最佳男配的颁奖嘉宾 还与王兴月和严妮合唱了一首写故事的人,美得好灵动啊 谭松韵长相真的有荧幕老一辈的那种气质 朴实健康,向上自然 Top8刘雨宁,热搜一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1.4亿 刘雨宁作为本次精英节的表演嘉宾,现唱理想 一如既往的真唱,一如既往的稳健 看看这个大佬出街感,热度依旧很高 Top7张若云,热搜两个,个人话题阅读量1.4亿 凭借警察荣誉,张若云提名精英奖最佳男主角 作为中生代的演员,我们这个老演员的朱玉在前 然后老七果如表演的非常的经典 然后后面的我们新生代的新生力量和后生可畏 您会不会有压力呢 这问题太有针对性了 就我们俩在这儿,您问我,您问他 我觉得,其实,就刚才那个大航海家里边有一句歌词就很棒 其实都曾年轻,也都会老去 所以这个自然规律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 而且每个演员一路上遇到的磨难 收获的喜悦,看到的风景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必须承认可能有些事情别人能做到我做不到 但我更加坚信的是,我自己也能做到一些没有人能做到的事 针对这种问题,张若云的回答满分 有思想又机智的男演员,还是会走得更远一些 TOP6于何伟,热搜两个,个人话题阅读量1.5亿 于何伟是本次精英讲世帝的有力争夺者 但最终西败范围,于何伟陪跑的话题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TOP5李沁,热搜三个,个人话题阅读量1.91 本次李沁,人生之路,提名精英奖最佳女主 台上知性大方,台下优雅温柔 这个角度看,李沁李沁好像夫妻俩听朋友说八卦的感觉,浅磕一下 李沁虽然流量一般,但先有绯闻,也很少炒作,很受主流欢迎 TOP4周深,热搜四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2亿 周深也是本次精英节的表演嘉宾,化身优雅的小王子 现唱歌曲,心童死怨,深深现场,稳稳的很安心 TOP3何炯,热搜五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2.8亿 何炯平,生生不惜宝岛记,获得精英奖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 30年真心换真心,何老师的获奖感言温暖又幽默 我们这个麦是自动的,该说不说它也降得太低了 30年真心换真心,我得到了态度的爱 TOP2李沁,热搜两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3亿 李沁这次也是凭借去有风的地方,获得精英奖最佳男主提名 依旧是很文很帅,很正气 这样的形象也是国家门面啊,主流活动的常客 台下帮赵丽颖卷海报的行为,太加分了 因为现在内雨很多当红花生为了避嫌 见面都是很冷漠,李沁就是很自然大气啊 TOP1,赵丽颖,热搜12个,个人话题阅读量约6.8亿 还是要恭喜赵丽颖再度斩获精英事后 希望自己的存在会给大家带来希望,谢谢 看看现场颁奖嘉宾以及其他明星的反应 这个奖项就是实至名归 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分享就又告一段落了 我们下期见